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 我是清宇 6月15日 陈宗燕在回应传媒询问 有关台湾民众前往中国打针的问题时 他强调 最近从台湾出境到中国各个行点的人数 并没有特别增加 陈宗燕说 以6月份来讲 平均大概每一天出境的人数 也都是400到500 600左右这样的人数 依照每一天的航班数 不会有哪一天会有特别增加的状况 陈宗燕表示 自己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明一下 最近台湾人也好 或是其他国籍的人士 前往中国的状况 大概都是呈现稳定的状态 台湾自己本身对于国内疫苗的接种 都有一定的计划在顺序进行施打 在此之前 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于6月11日答记者问 声称台湾5月初疫情爆发后 中方理解台湾同胞迫切希望尽早接种大陆疫苗的心情 愿意尽最大努力提供帮助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5月31日在大陆接种疫苗的台胞已达6.2万人 台湾陆委会发声明批评 这纯属北京疫苗统战的伎量 又表示陆方如果关心台湾民众健康安全 就不会在疫情期间不断以军机侵扰 还阻挠台湾取得疫苗 声明表示大陆方面对台湾的两面手法 人为操作不断的种种施压作为 才是台湾社会遗余健身 两岸关系无法改善的主因 陆委会呼吁大陆以防疫为先 维护两岸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朝日停止对台施压 也不要再借疫苗来分化统战台湾 台湾疫情持续延烧 5月份日本政府表示 有意向台湾提供日方向原厂购买的AZ疫苗 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却在疫苗问题上泼冷水 声称台湾当局借疫苗谋毒不会得逞 对此5月30日陆委会发声明谴责中共 在台湾疫情严峻时不断进行政治操作 试图阻止第三方协助台湾的可能 5月30日 台湾陆委会副主任邱锤震则表示 中共当局在台湾疫情严峻 政府与全民全力防疫之际 在攸关生命及健康安全的疫苗议题上 不断进行政治操作 甚至意图阻碍第三方对台湾的可能协助 这种行为令人迟冷 也让台湾人民看清对岸的真面目 邱锤震说 中共在国际间持续孤立台湾已是不真事实 不但在疫情蔓延时刻 持续阻挡台湾参与WHA 还限制台湾 只能接受其提供之疫苗 生命至关重大 台方呼吁对岸致重 停止在疫苗议题上附加政治目的 6月12日 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指挥官陈时中说 日本捐赠的首批124万AZ疫苗 已经运送至全台县市 原则尚维持15日开打 有些地方政府收到之后会及时开打 陈时中13日在记者会上说 若日本捐赠的124万剂AZ疫苗 全数施打完毕 疫苗覆盖率可预10% 必须达到更高涵盖率 才会考虑松绑国内防疫管制 6月15日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 除了先前赠送台湾的124万剂疫苗之外 还计划赠送第二批疫苗给台湾 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达感谢 陈时中也表示 非常的感谢 并会持续和日本政府沟通 商讨日方赠送第二批疫苗的安排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月语版部分内容 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